第2871章晚路 人组同样极其差异地盯着东皇大帝 他的攻击有多强大心中有数 那一击之后 他自信东皇大帝已经被抹灭掉来 因而才对黑暗神军继续出手 想要顺势将黑暗神军也击杀 然而却没想到 就连东皇大帝都安然无恙 毫发无损 他眼神之中露出思索之意 随后像是明白了什么 紧盯着东皇大帝 开口道 很早之前便听闻东皇大帝从佛门修的六神通之一 如今方知晓这六神通是哪种神通 说吧 他看向摩帝以及邪帝几位 道 今日诸位若是不留下东皇 以后怕是没有机会了 摩帝和邪帝都看向人组 他们都意识到 无论是人组和东皇大帝 都不那么简单 对他们都有留守 隐藏很深 虽然之前已经意识到一些 但这一战还是有些超乎预料 摩帝所想的最多 他又看了一眼佛祖所召唤出的画面 那里几无道依旧还在和人间界出现的大帝大战 之前四帝对战两位大帝的明朗局势 如今再次变得混乱 没有谁敢轻举妄动了 佛门六神通中堪比宿命通的最后一门神通 肉禁通 修行到至强之境 能脱离生死轮回 人组开口说道 如今的东皇大帝 应当还未修成 尚有机会将他诛杀 若等他修成肉禁通 诸位怕是不会再有机会了 佛门六神通中 其中两种神通修行难度极高 在六神通中属于更高等神通 那便是宿命通和肉禁通 宿命通的修行之人是命运佛 修行到极致可亏看众生之命运 但命运佛也正因为修行宿命通 一直未能正道递进 只因命运之道 太难修行 而东皇大帝并非是以肉禁通修成大帝之境 佛门神通之法只是他修行的一种 他成就地境之后 再继续修行肉禁通 又能感悟更深 因而如今造诣极高 刚才那一击中他并未与命 的确如人组所言 是因佛门六神通之肉禁通 人组修行无数年岁月 见闻要更广一些 不过 如今摩帝和黑暗神君对人组 同样有着极强的防范意识 再想要如同之前一样信任 怕是不可能了 尤其是刚才人组在认为诛杀了东皇大帝的情况下 甚至对黑暗神君也出手了 人组一直以执掌人间正义之名 左右七界局势 过去如此 如今依旧如此 当年种种 再加上如今之事 诸位想清楚了 若时间为奇 究竟谁是其子 谁是执其人 诸位想清楚了 东皇大帝开口说道 说罢己人都一阵沉默 没有继续出手 甚至还不忘看向画面之中 人神宫那边的战场 时间为奇 谁是下棋之人 当年时间平衡 是谁在维持 如今时间平衡 又是谁想要打破 究竟是谁在左右这副棋局 六帝都是巅峰人物 有些事自然一点变通 人组为何要打破如今的平衡 东皇和天界是何关系 无需我多言 在我们入神州之时 机无道杀入人神宫 这是巧合 人组朗声开口道 许多事 诸位的确要想清楚了 东皇布局多年 若今日让他活着离开 怕是便很难收场了 东皇大帝和人组 两人各执一词 六帝之间各有猜忌 他们都选择了沉默 其他四帝没有表态 相信谁 或许 谁都不是善类 无论是人组 还是东皇 我先走一步 就在这时 只见摩帝忽然间开口说了声 随后身体周围刮起一股可怕的风暴 直接化作一道红光消失在原地 瞬间不见踪迹 黑暗神君见摩帝撤离 扫了一眼人组 随后也同样撤走 他本就不信任任何人 生于黑暗之中 而人组的偷袭出手 更令他心生愤怒 既如此 便让人组和东皇大帝相争霸 两人已经撕破脸 再想要回到以前的秩序 根本不可能 这里便只剩下了人组和谐帝 他们即便再想要杀东皇大帝 怕是也不太可能了 对方同样有两大强者 东皇大帝以及佛祖 这场战斗 注定不会有结果了 东皇帝宫之外 正在战斗的诸强者停了下来 随后 不少强者开始撤离 各方势力都已经得到了消息 六帝之战停止了 既然那边的战斗停下 那么这里的战斗自然也就没有了意义 此时的地城一片混乱 但东皇帝宫和佛门都还是有非常强的底蕴 虽然损失不小 但依旧将各方强者挡在了东皇帝宫之外 竟然没有拿下 地城之中 无数人为之心颤 六界之人更是心存疑惑 四帝联手 竟然没有能够拿下东皇大帝 即便有佛祖帮忙 依旧是四对二 占据着绝对优势 不该拿不下才对 战场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 叶福天还在返回地城的路途之中 他回去依旧还是晚了 所有人都被带走 只能前往东皇帝宫 在即将到达地城之时 叶福天遇到了魔界的强者 余生也在 怎么了 叶福天对着余生问道 那边休战了 没有拿下东皇大帝 你不能去东皇帝宫 余生对着叶福天开口说道 魔界其他强者也挡住了叶福天他们 叶福天露出一抹一色 看向余生道 我必须去 他和余生目光相对视 继续开口道 此事已经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有选择了 若东皇大帝要杀我 早已下手 也不会等到今天 有些事 也该问问他 余生沉默片刻 随后让出了路来 道 我随你一起 不过 魔界的强者依旧挡住了叶福天的路 诸位还请让开 叶福天开口说道 魔帝宫强者身上一缕缕磨微弥漫而出 听到叶福天的话依旧没有退让 对着余生道 魔帝之令 不得让叶福天入东皇帝宫 叶福天皱了皱眉 余生同样皱眉 让开 余生开口说了声 魔帝 是要保护叶福天吗 但余生的话似乎并没有用 魔帝宫的强者 依旧挡在前方 没有让 第2872章 我等你很久了 这么意思 叶福天眉头紧皱着 余生都已经喝令他们退下 但魔帝宫的修行之人竟然依旧挡在前方 看来 这些人会如此 必然是得到了魔帝之令 甚至 是非常严肃的命令 否则不会这么做 只是 魔帝为何如此 为了阻止他入东皇帝宫 从而保护他的安危 让开 叶福天声音略大了几分 脚步往前踏出 身上神力流转 已经隐隐有些不悦了 这是他的事情 魔帝宫的人强行干涉 在自己和余生都表明态度之后依旧不肯让开 便做的有些过了 魔帝宫强者身上磨微翻滚咆哮 依旧没有人让开 余生脸色难看 身上浩荡 魔微翻滚咆哮着 脚步猛的往前踏出 顿时虚空震荡 道 让路 魔帝有令 叶福天不能入东皇帝宫 余生 您也一样要遵守 阻止他入东皇帝宫 这是为了你们好 一位大地人物对着余生开口说道 空 一股狂暴气息自叶福天身上爆发而出 他身体陡然间朝前冲了出去 随后抬手便是轰杀而出 无数拳忙遮天蔽日 这随意的一拳便蕴藏着无欲伦比的力量 每一道权益都蕴藏着世界神力 由无数世界粒子凝聚而成 惊天动地 引有天崩地裂之势 魔帝宫的强者神色都变了 这一拳扫荡而过之时 魔帝宫强者阵营瞬间散开 许多强者被直接阵飞出去 口吐鲜血 即便是递进强者 也难承受这强横一击 翁 夜伏天意念一动 顿时周天流转神光 有无穷毁灭神剑凝聚而生 指向魔帝宫强者 与此同时 他继续朝前迈步而行 冰冷开口道 谁若在挡路 休怪夜某不留情面 说吧 他直接从人群中间跨过 魔帝宫强者脸色不太好看 伴诸天神剑环绕 威慑众人 夜伏天的实力已经在他们之上 根本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了 只能看着夜伏天朝前而行 余生也跟随着夜伏天一起前行 目光扫过两侧的魔帝宫强者 眼神冷漠 魔帝为何下达这命令 不过 如今似乎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们继续朝前而行 速度极快 没有过多久 便来到了东皇帝宫之外 浩瀚帝宫 威俄耸立 抬眼望去 便见天门 有神龙祖奉麒麟玄武神兽雕像阵首 周围强者如云 就在不久前 他们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将诸强者击退来 虽说是因为六帝之战 没有结局导致了对方后撤 但他们也算是挡下了对方的强攻 而此刻 在地宫之外 夜伏天出现在了那里 对于夜伏天 神州诸修行之人 自然都非常熟悉 甚至神州十八玉 不少玉都和夜伏天有过交集 此时 他们也都在这里 人间界等五大势力进攻神州 十八玉玉祖府都汇聚来了东皇帝宫 如今自然都在这里 他们中 不少人都是夜伏天的老熟人了 甚至和夜伏天有着非常深的恩怨 此刻 他们看到夜伏天站在那 心中都感慨万千 曾经他们眼中的蝼蚁人物 以为随意可以执掌对方命运的后辈 如今 他们站在这里 却只能仰望 对方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 甚至 东皇大帝清传弟子独有也一样 即便在天地大变之后他也进入了半神之境 这在以前是无与伦比的成就 站在丙端的人物 但现在 他连和夜伏天对话的资格都没有 一发天骄 白衣飘动 这一天 他终究来到了东皇帝宫 帝城之中 无数修行之人都望向夜伏天的身影 夜清帝的后人 重返帝宫吗 两代人之间的恩怨 今日是否会了结 只是 夜伏天 拿什么和东皇大帝去争 次帝联手 都未能诛杀东皇大帝 夜伏天若入东皇帝宫 怕是也和夜清帝一样的结局 这一次 东皇大帝还会放过他吗 如今的夜伏天 已经成长为东皇大帝极强的威胁了 空 就在这时 远处由两股惊人的气息弥漫而至 地城之中无数人抬头看天 他们看到绚丽至极的佛魔之光 魔帝 佛祖 诸强者心头震害 六地之战 竟打回了地城 夜伏天 余生 立即离开 只听一道声音响彻虚空 是魔帝的声音 他第一个从那片战场离开 竟然是赶往这里 命夜伏天和余生离开 而他自己 依旧被佛祖结下 实则距离这边依旧非常遥远 夜伏天听到了魔帝的声音 但却没有回头 而是对着余生道 余生 你在外等我 余生回过头 朝着魔帝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道 好 我等你出来 两人 有着某种默契 若是夜伏天出不来 将来 余生为他报仇 翁 东皇帝宫之内 又有神光降临 一股神圣不可一世的帝威弥漫而出 参见陛下 帝宫之中 一道道声音响起 响彻天地 东皇大帝 归来 在东皇帝宫的神作之上 此时 东皇大帝坐在了那里 他的目光直接穿透虚空 望向了外面的夜伏天 这一刻 夜伏天和东皇大帝隔空对视 能够看到彼此 人是大帝派人带走的吗 夜伏天隔空开口问道 东皇大帝隔空明示着他 开口道 你终于来了 夜伏天皱了皱眉 不明白东皇大帝之意 东皇大帝 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等他前来吗 我等你很久了 东皇大帝继续开口说道 夜伏天望向里面 是宿命吗 当年双帝之战 夜轻帝身影 便注定了这一天吗 今日无论生死 他应该都会知道真相了吧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能力 走到我面前 东皇大帝继续说道 进来吧 地位弥漫 夜伏天银发飞舞 无数道目光明示那张俊逸的面容 夜伏天手中身处 顿时掌心出现 一感银色长枪 白发银枪 这一天 原界第一妖念人物 月帝宫公主 夜伏天 入东皇帝宫 第2873章 不可阻挡 夜伏天手持长枪 身体往前 白衣飘动 神光缭绕 拜时风华 地城之中 无数人明示 夜伏天的一举一动 包括各界强者 都在看着夜伏天入地宫 这白发青年 为原界第一妖念 以准地之进展大帝 一枪珠七帝 他身上 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 只是东皇帝宫外面 站着的许多修行之人 都是他曾需要仰望之人 然而如今 却需要仰望他 甚至 他们只能寄希望于 东皇大帝杀死夜伏天 至于他们自己 已经不配和夜伏天 相提并论 起阵 一道声音传出 顿时东皇帝宫天门之前 真龙祖凤麒麟玄武雕像 同时亮起无与伦比的神光 苍穹之上出现四尊 无边巨大的凶猛神兽 镇守在那 四尊神舟遮天蔽日 仿佛是真正的神兽附生了般 竟是弥漫着帝威 在每一尊神兽身前 都站着一位地境的强者 他们的气质和神兽相契合 仿佛是半神阵而生 时间六地 执掌天地秩序 无意简单 尽皆隐藏着实力 但至如今 陆续展露 实力尽险 神龙身躯庞大 覆盖了一方天 那庞大的双瞳盯着夜伏天 竟射出骇人的金色神光 与此同时 祖凤则是口吐神火 麒麟玄武都释放出神力 朝着夜伏天扑杀而去 夜伏天抬头扫了一眼四尊神兽 双瞳生日月 顿时天生异象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出现了一方世界 日月神光闪耀 太阴太阳神力射出 太阳神力射向真龙 太阳神力射向神凤 星辰流转砸向了麒麟和玄武 一时间 东皇帝宫之外 出现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力量 夜伏天手中长枪吐出 无比绚丽的神灰 他脚步往前迈步而出 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那扇天门而去 翁 天门之外 一座巨大的神阵出现在那 阻挡住夜伏天 这神阵衍生出一幅幅图案 像是一方世界般 欲直接将夜伏天吞入其中 却只见夜伏天抬手 手中长枪朝前轰杀而出 刹那间 一道流光直接贯穿了虚空 轰在神阵之上 东 神阵之上发出一道沉稳的声响 随后那片空间直接开裂 神阵瞬间崩面瓦解 整片虚空都肆裂开了斑 虚空崩塌 一切进阶粉碎 这一击使得周围的修行之人心脏都猛烈地跳动了下 脸色苍白 只是那股震荡余味 便让他们生出窒息之感 神阵直接崩面破碎 被一枪锁破 在不久之前 这强大神阵挡住了入侵的修行之人 虽然不仅仅是神阵之力的缘故 但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在夜伏天面前 神阵却是如此脆弱 一击破碎 甚至周围四神州 都似咆哮不敢朝前 像是生出了灵志般 之道不可战胜 一枪诸七帝的超级存在 又岂会是浪得虚名 这意味着之前进宫神州的诸强者 无一人 能够与夜伏天相比肩 六帝之下 他近乎无敌 能一战之人 怕是只有姬无道了 夜伏天身行继续朝前而行 踏入东皇帝宫之内 在帝城之中无数道强者目光注视下 步入帝宫 帝宫外诸强者也随他前行 朝着东皇帝宫之内走去 东皇帝宫浩瀚无垠 一座座宫殿穷某耸立 甚至有山河湖泊 有诸多修炼场 夜伏天目光眺望远处方向 在东皇帝宫的尽头 天之旗 有着一座天梯 通往至高无上的神殿 东皇大帝 便坐在那神座之上 受神舟之人所膜拜 夜伏天朝着那一方向前行 他的速度并不快 在露出一处地方之时 苍穹之上江夏可怕的神力 在一座古殿之上 端坐着一位老者 忽然间 夜伏天只感觉自己 进入一方独立的世界 竟不知不觉中 进入到了对方的大道神域之中 灌神 夜伏天心中暗道 一切都像是真实的般 他所在的大道神域 竟出现他自己的世界 不断演化 像是他的小天道世界 空 就在这时 这片小天道世界 仿佛在崩塌破碎 一切尽皆要被摧毁中柱 有一股至上神力降临 犹如天道力量 毁灭一切存在 化作灭食之节 摧毁着他的小天道世界 这不是我的世界 夜伏天抬头看向这片天 心中暗道 他眼眸闭上 神力流转于周身 他整个人沐浴着 无与伦比的神灰 犹如天地之主 他开创小天道世界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空 在夜伏天身体之上 无与伦比的神力凶猛爆发 朝着无垠空间绽放 这是幻术神力吗 竟然将他带入了幻境神域之中 夜伏天手中长枪再次举起 无视一切 直接刺出 一力破万法 天地发出沉闷的声响 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不见 归附如常 之前他所看到的老者 却消失不见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 夜伏天并未在意 继续朝前而行 这时 又是一股强横力量落在他身上 苍穹之上 有一尊无边巨大的天神出现 只见他手持天神锤 直接朝着夜伏天砸落而下 一时间天地轰鸣 虚空都似要被轰破碎般 但是神威扫荡而下 荡平一切 夜伏天抬眼扫去 又是一枪刺杀而出 这一枪力量极强 直接和天神锤碰撞在一起 砰 天地似要炸裂开来 天神锤出现一道道裂痕 随后崩面破碎 那无比恐怖的神力继续冲向高空之上 撞击在那庞大的天神身躯之上 将对方阵飞出去 吐出一口鲜血 纵是神舟地宫之中 如今出现的大地强者 也根本挡不住他的路 夜伏天手持长枪一路往前 无人赶拦他 他踏过一片片区域 终于走向了那通往神座的黄金天梯 一股无与伦比的神威扫荡而下 在黄金天梯之前 有两道身影漂浮于虚空之中 竟是两位女子 都非常漂亮 美眸凝视着夜伏天的身影 在他们身上 同样有惊人的神威弥漫 落在夜伏天身上 女帝 夜伏天难难低语 没想到神舟东皇帝 攻黄金天梯的镇守者 竟会是两位女帝 夜伏天抬头看了一眼 东皇大帝 就在上面了 第2874章 了如指掌 东皇帝宫外 魔帝处立于虚空之中 余生站在他身后 而佛祖 则是在他前面 似乎依旧防范着他 没想到 还是晚了一步 他目光眺望地宫之中 如今 再想要阻止 这一切发生怕事 也不可能了 当初他猜测之时 就应该裹绝一些 但是已至此 他也想要看看结局 东皇帝宫之内 黄金天梯之下 两位女帝 妻子无与伦比 尽皆是风华绝代 是真正的女天神 此时 两位女帝目光 看向下空夜伏天 意念一动 顿时苍穹之上 出现了一座 可怕的剑道神阵 这金色神阵之中 亮起无穷符文之光 顿时神阵之光 垂落而下 风尽虚空 笼罩着夜伏天的身体 一道道符文神剑涌现 在这片空间肆虐 能够切割虚空 是天地刑罚之剑 天行神剑 夜伏天看向两位女帝 他们召唤出天行神阵 无穷天行神剑之光涌现 仿佛要造灭这片天地 痴痴 尖锐的声响传出 一饼饼神剑 从高空之上的天行神阵之中涌现 蕴藏着天行神力 诸下之时 虚空出现一道道 骇人的金色神光 一切尽皆要在神剑之下湮灭 伴随着强光射出 天行神剑诸杀而下 神阵之上亮起了 无边绚丽的神灰 但却见此时 夜伏天通体璀璨 周围环绕光幕 由无数世界粒子凝聚而生 诗 恐怖的神剑诸杀而下 和东皇帝渊所释放的 天行神剑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蕴藏真正的天行神力 竟穿透了世界粒子 刺入光幕之中 使得夜伏天的防御都出现裂痕 不断刺入里面 夜伏天抬头看到这一幕略有些惊讶 这两位女帝的实力 比寻常大地人物还要更强一些 但即便如此 相比于今日的她而言 依旧还是有差距的 夜伏天身躯之上涌现害人的神灰 夜伏天左手抬起 无穷神力咆哮而出 诸天神力爆发 顿时神光绽放 天珠 他抬手拍打而出 无穷神剑绽放 和垂落而下的神剑碰撞 与此同时 他脚踏虚空而行 右手之中的银色长枪 吞吐无与伦比的神灰 直接朝着虚空中的天行神 刺刺出了一枪 枪破虚空 一道无与伦比的神光贯穿天地 空在神阵之上 使得整座神阵猛烈的颤抖了下 随后便出现无穷裂痕 并且迅速扩大 伴随着一声巨响 神阵崩面瓦解 依旧无法挡住她的枪 夜伏天脚步朝上空迈步而行 白发银枪 无人可挡 两位女帝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随后进退至左右方位 让开了道路 似乎他们也知道无法挡住夜伏天的步伐 夜伏天顺利踏上了黄金天梯 她踏着天梯一步步往上而行 步伐似有些沉重 天梯的尽头 便是东皇大帝 七界六帝之一 神舟之主 千年以来成就最高之人 也被誉为最杰出的大帝 四地狱联手住她 依旧全身而退 就在这时 一股无与伦比的神威降临 落在黄金天梯之上 天起神力辐射而至 顿时夜伏天的脚步变得更为沉重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强势释放出自己的神力 通体璀璨 欲尝试着强行抵挡天起神力的封禁力量 砰 脚步踏出之时 黄金天梯为之颤动 她身形停下 抬头看了一眼 骇人的黄金神光和天起神力融为一体 影响着这片空间 她再次抬起脚步踏出 又是一声巨响 黄金天梯发出轰鸣之声 甚至远处方向 都在为之颤动 似受到这边的影响 砰 砰 砰 夜伏天的步伐很慢 但每一次 都掀起一股风暴 刚开始是黄金天梯颤动 到了后来 是浩瀚无垠的东皇帝宫 都在随夜伏天的步伐而颤动 这一刻 东皇帝宫之内各处方向 都寂静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同一处方向 东皇大帝所在的方位 夜伏天 到了那里吗 东皇大帝 这一次是否会诛杀夜伏天 但随着一步步往上 夜伏天终于踏上了黄金天梯 当他踏出最后一步 来到了黄金天梯上方之时 在他前方 金色的神灰铺就一条大道 在大道的尽头 还有着阶梯 不过只有九层 上面有着一座宫殿 在宫殿前 神座之上 东皇大帝站在那 仿佛他一直都在那 这一刻 夜伏天心脏像是被神们击中了般 隐隐有些似曾相识 仿佛在他的脑海之中 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画面 不错 神座之上 东皇大帝看着踏上黄金天梯的夜伏天 夜地宫的人在何处 夜伏天开口问道 东皇大帝起身 没有回应夜伏天的话 他从神座之上走下 顺着阶梯来到夜伏天身前 恐怖的天气神力压制一切 无法无道 空 夜伏天体内神力凶猛咆哮爆发 流转于周身 第一次正面面对六地之一的东皇大帝 他真正感受到了那股无与伦比的压迫力 来自天气神力的压迫 翁 一股恐怖神力流转于夜伏天身体周围 只见他身体忽然间动了 竟强行突破天气神力的压制 化作一道闪电 长枪刺出 迎枪刺出的那一个时空像是错乱扭曲了般 看似在远处 却忽然间笔直的杀至眼前 东皇大帝眼瞳之中绽放出一道骇人的神盲 周围化作天气神域 使得那一枪的威力被削弱 轰在神域光幕之上 痴痴 银色长枪竟扭曲时空 吞噬天气神域中的神力 这使得东皇大帝露出一抹差异之色 随后抬起手掌轰出 镇压一切 砰 一声巨响 恐怖的神力将夜伏天身体震退来 他目光盯着夜伏天 继续到斩道修行 刺创小天道 时空扭曲 能吞噬天气神力 距离大城也已经不远了 夜伏天眉头皱了皱 东皇大帝竟然对他的修行如此清楚 似了如指掌般 看着眼前那高大的身影 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的看到对方 看到从神座上走下的东皇大帝 第2875张枪 两人相对而立 目光明视对方 这一幕 像是宿命的安排 他们命中注定会有此次的会面 正如东皇大帝所言 他已经等他很久了 手掌一挥 顿时笼罩着无垠空间的天启神力 从夜伏天身上消失 而是扩散至周围区域 封进这片空间 但却没有作用在夜伏天身上 嗯 夜伏天露出一抹一色 东皇大帝天启神力之强 他已经感受过 此刻 东皇大帝撤掉天启神力 对他的压制是何用意 只见东皇大帝伸出手掌之中 同样出现了一柄银色长枪 似乎是为了和夜伏天相对应 一头漆黑的长发随风舞动 长袍裂裂 他手掌握住了长枪 横在虚空之中 看向夜伏天开口道 出枪 夜伏天盯着东皇大帝 手中长枪吞吐神光 一股之强神力涌动着 使得周围出现一股惊人的威压 他的身体动了 犹如一道闪电 顺山而至 枪出 一枪破空 东皇大帝的眼瞳变得极为不凡 那双帝眸之中神光流转 似有神力流转于双眸之中 手掌微颤 枪同样刺出 砰 一道沉闷的声响传出 两柄枪直接正面碰撞在了一起 枪尖对枪尖 使得周围空间猛烈的颤抖着 但天起神力封进了这片区域 这股风暴无法蔓延出去 只有这片区域的空间不稳的颤动着 好快 叶福天心中暗道 如此近的距离 攻击不过一念之间 顺山而至 所需要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他的眼中 东皇大帝的动作看起来并不快 然而却精准无误地挡住了他的枪 而且无比准确地击中在枪尖之处 恐怖的力量使得叶福天身体被震回原地 蕴藏诸天神力的一枪没有能够撼动对方 但叶福天并未放弃 一股神力风暴裹挟着身躯 覆盖这片空间 这片战场变得无比的沉重 叶福天的身体化作一道幻影 在他所站的地方 依旧有模糊的影子还在 但在前方拉出了一道道残影 第二枪解空 此枪出 蕴藏无上功法力量 能够撕裂虚空 破碎一方天 在这狭小的领域之内 威力之强可想而知 一股霸道至极的地位笼罩着这片空间 东皇大帝身上长袍飘动 手中长枪同样再一次动了 依旧是正面和叶福天的银枪相碰撞 在长枪碰撞的那一刹那 叶福天生出一种奇怪的错觉 他隐隐感觉自己的枪法力量还没有彻底爆发 就被压制了般 像是攻法力量无法尽情地绽放 遭到对方的枪法所克制 叶福天的身体再一次被震回原地 他霸道绝伦的枪法却像是积在棉花上 无处使力 这是什么枪法 叶福天盯着东皇大帝的眼睛 从那双蕴藏着金色神光的地眸之中 他似看到了无与伦比的洞察力 像是能够看透一切虚妄 看到真实 从他出枪的那一瞬间 便仿佛已经被东皇大帝所看透了 这是 叶福天心脏颤动了下 东皇大帝的这种能力 和他身上的某种能力极为相似 从少年时期便一直相伴着他 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股更为强横的气息 自叶福天身上弥漫而出 神力流转于银枪之上 枪间之处神光吞吐 隐隐出现骇人的漩涡 他的身体再次动了 又是一枪 这一枪出 时空像是扭曲了般 一股压抑至极的气息爆发 东皇大帝依旧准确无误地出枪 但在他枪出的那一瞬 叶福天的枪抖然间更快了 提前降临 这一刻 东皇大帝只感觉自己像是生出了错觉 但实际上 他的那双地眸看到了时间流速的不同 砰 叶福天的长枪落下 这一次终于没有被对方的枪法所克制 而是真正爆发出了最强的攻势 刹那间恐怖的漩涡风暴吞噬一切 整片虚空都似要坍塌破碎 东皇大帝手中的枪竟然破了 方便破碎掉来 被吞噬入漩涡风暴之中 无上的攻击一路往前 眼看便要诛向东皇大帝的身体 但却在这时候 东皇大帝身中流转着骇人的天气神灰 空 一声巨响 叶福天的枪被挡住了 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着枪翼 叶福天手臂颤动 长枪旋转 还在继续朝前 穿透入天气神灰之内 一点点的刺向东皇大帝的身体 两人第一次如此之近 东皇大帝目光凝视于他 恐怖的吞噬风暴欲撕碎一切 吞入漩涡之中 但却唯独撼动不了东皇大帝 在他身体周围出现了绝对的防御 叶福天的枪翼也被削弱到了极点 难以前行 时空扭曲 小天道秩序爆发的极致 这一枪叫什么 东皇大帝看着近在咫尺的叶福天 他没有反击 而是开口询问道 事实上以东皇大帝的恐怖实力 这时完全可以对叶福天进行攻击 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平静地开口问道 像是在和他聊天般 葬空 叶福天回应道 葬空 东皇大帝点头 道 能够破解我的枪法 很不错 可惜还是来找了一些 弱大道圆满入地境 或许能和大帝一战 叶福天感慨道 他的实力终究还是不如东皇大帝 此次人组邀我参战 婴儿律强者入神州 但此事失业某一人所为 此战生死不论 但请大帝放过叶帝宫修行之人 东皇大帝依旧平静地看着叶福天 点头道 好 见东皇大帝答应 叶福天体内神力凶猛地咆哮着 依旧还在坚持攻击 手中的长枪欲打破防御 东皇大帝看到如此执着的叶福天 他那双璀璨的地眸之中忽然间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一抹笑容格外的温和而灿烂 丝毫不像是有恩怨之人 扑 一道清响声传出 空间陡然间寂静无声 叶福天愣住了 正在他差异于东皇大帝笑容的那一刻 防御力忽然间消失 此刻 他的长枪 刺入了东皇大帝的身体之中 第2876章天地围棋 东皇帝宫殿前 神座之下 寂静无声 叶福天看着手中刺入 东皇大帝体内的枪 眼眸中露出了极其震惊之色 他缓缓抬头 看向东皇大帝 问道 为何 他不明白 不要 一道声音传来 只见在侧面方位 一道牵引出现在那 赫然乃是东皇帝渊 叶福天看向他 只见这一刻的东皇帝渊 眼神似曾相识 就像是他当初弹奏神悲屈之时 所流露出的那股悲伤之意 一直以来东皇帝渊都给他一种矛盾感 他感觉自己有些看不透他 有时他目空无人 甚至羞辱于他 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不可一世 但过去接触的偶尔几个瞬间 又让他隐隐感觉 东皇帝渊身上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身后 两位女帝的身体漂浮于那 她们的目光也都落在叶福天的身上 眼神之中带着柔和之意 甚至 泛着泪光 为什么 叶福天看向东皇帝渊开口问道 这一刻他感觉 所有人似乎都知道什么 唯独他不知道 东皇大帝自然知道 东皇帝渊也知道 就连身后的女帝也同样知道 我听帝渊说 十六岁那年 你在山中奔跑 那时 还是个纯粹少年 无忧无虑 东皇大帝忽然间开口说道 他的声音带着柔和之意 微笑着看着叶福天 后来你随花风流去了青州城 拜师草堂 遇到了小杜 再又到了东荒 进入至圣道宫 历经生死 经历了许多事情 才走出九州 遇到夏皇 这些年 苦了你了 叶福天心脏跳动着 叶清帝之后 东皇大帝斩草除根 荒谬 原来 所有的一切 东皇大帝都知道 当年种种 他都看在眼里 角度 老师杜先生 是谁 枪取出来吧 东皇帝冤寺有些哀求的说道 美谋也同样泛着泪光 看着叶福天 叶福天 有些麻木 只感觉脑袋一片混乱 脑海中出现了太多的记忆 以至于都分辨不清 但他依旧将长枪拔出 那股毁灭力 依旧在东皇大帝体内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只见东皇大帝含笑转身 走到阶梯之上 随后就那么坐在那 这一刻他不像是俯瞰天下的大帝 更像是一位普通的中年 慈祥的长者 我知道你心中有许多疑惑 这一切还需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东皇大帝看着叶福天开口道 在那个时代 天地秩序混乱 蒸发不止 尤其是在曾经的元界之地 连年爆发的战斗不知道导致了多少人的陨落 使得元界强者尽皆与灭 我和亲帝当年一直想要结束这混乱时代 但苦于实力有限 有心无力 直到遇到了他 东皇大帝说到他之时 眼眸之中竟有着无限温柔 还有着淡淡的仰慕之意 神舟的主人 当是六帝之一 在提及自己的妻子之时 有着仰慕之情 可想而知他有多优秀 这时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他了 东皇大帝叹息一声 温柔的目光忽然间变得严肃 看着叶福天道 他是天地之女 当年天地陨落之后 天界迎来了黑暗时代 然而天地留下的遗孤 却是有史以来最为优秀的女子 天生地女 万古无双 叶福天心脏像是被神们击中了斑 猛烈地颤动了下 当年 这句话是出自太上见尊之口 天生地女 万古无双 世间无他 变少了七分颜色 而如今 却是出自东皇大帝之口 两者的分量 当然不一样 东皇大帝 本就是站在世间巅峰的存在 他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 成就地境之后也并未封天地 默默修行 他发现远古天道之争 使得天道崩塌 世间秩序混乱并未让世间变得美好 相反 断了地路之后 修行之人为了想要踏入这一境 更为疯狂的掠夺修行资源 而世间仅存的几位大帝则是必走自真 他们想要独自称霸世间 成为天地的主人 让世间秩序 按照他们的意愿运转 于是 他想要重铸天道 恢复地路 让世间修行之人都有成帝之机缘 甚至愿意帮助他人正道 那时 我和叶青帝遇到了他 叶福天内心震撼 天生地女 欲重铸天道 恢复地路 而且 东皇大帝和叶青帝能够成帝 竟然和他有关 按照东皇大帝的说法 显然是在对方的帮助下 他们才最终得正大道 成就了帝境 还有 东皇大帝之后对神州所做的一切 兴盛武道 让世间之人都能修行 竟似乎也是继承了他的意志 所以说 对于东皇大帝而言 他不仅仅是妻子 只听东皇大帝继续说道 在他的帮助下 我和叶青帝统一了神州 并且 赢得了元界之战 拿下了元界统治权 他将元界封禁 这才让元界和其他界隔绝 免于被侵扰 五百年前 东皇大帝和叶青帝出入大帝 如何赢得元界之争 原来 背后还有他的存在 当时 佛门也愿意助他 是否也与此有关 为此 元界平静了数百年 一切 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他想要完成他的理想 但同时 却也迎来了灾难 东皇大帝眼神陡然间变得冰冷 道 当年天界乃是世间最强 天帝也为最强大帝 但却突然间陨落了 后来他一直想要重铸天道 才发现 有人和他有一样的想法 不是重铸 而是替换掉天 成为天帝主宰 天帝也正是因此而陨落 遇知危险之后 他知道有些事情 他已经完成不了了 于是 希望有人能够继承他的意志 但无论是我还是叶青帝 显然都不具备这种资格 于是 有了新的计划 东皇大帝目光明视 叶福天开口道 这一刻 叶福天心脏狠狠地抽出了下 脑袋一片空白 像是被击中了斑 甚至 他握枪的手都微微颤抖着 天地为奇 谁执掌棋局 谁又是棋子 这一刻 一切都真相大白 第2877章时代的接替 叶福天手中的长枪消失不见 脑袋一片混乱 种株天道 世界古树 难怪世界古树能够感知到一切神物 蕴藏本源的力量 所以 他就是那新的计划 种株天道之人 冥冥之中 一切早有定数 像是过了许久般 叶福天看向东皇大帝 眼神无比复杂 帝女 东皇大帝之妻 所以 他一直寻找的身世 原来就在面前 他一直以为的仇人 却是他的亲生父亲 神州的主人 是他的亲生父亲 但他却一直活在神州的阴影之下 似乎有些讽刺 叶福天忽然惊笑了 笑容也带着几分讽刺之意 也不知道是在笑谁 这样的结局 显然是他没有想过的 哪怕是有无数种猜想 也没有想过是这一种 他没有选择 这时 旁边一道声音传来 叶福天目光转过 看向东皇帝渊 只见东皇帝渊脸上有泪痕 显得格外的悲伤 似乎也承受了很多 所有人都没有选择 他们为着同一个理想而奋斗 若当年留下的是你 必然会被发现 为了这一理想 许多人都选择了牺牲 包括我的父亲 东皇帝渊看着叶福天道 叶福天内心颤动了下 看着东皇帝渊 你的父亲 他喃喃低语 道 所以 是叶青帝 是 东皇帝渊点头 叶福天想起当年叶青帝 见到自己时的哭泣 终于明白了过来 当他看到自己命魂的那一刻 就知道了自己是谁 他的父母 一位是叶青帝的兄弟 一位叶青帝最仰慕之人 难怪你力量无双 从小沐浴祖凤之力 八步中一记出现之时 你选择的是继承隆重的力量 祖龙祖凤护体 叶福天像是在南南低语 所以 在天界 那片天道之下 所出现的神物妖神徒 其实并非是给我的 而是给你的 东皇帝渊没有回应 他当然知道那是给他的 但他却没有争夺 而是默认了属于叶福天 我父亲死后 东皇帝宫一直被盯着 因而神州地宫所做的一切 看似是在抹除我父亲 所留下的一切痕迹 实际上 都是为了掩盖你的存在 东皇帝渊继续道 他没有选择 这些年来 只能自己承受这一切 东皇帝渊 担心他恨东皇大帝 原来 是因为他的原因 叶青帝成为神州禁忌 被抹除一切他的痕迹 甚至到最后 他从小生长的地方青州城 都消失不见了 所以 义父也是不局之人 而且是关键义子 难怪年幼时 义父一直称他生而为帝 原来 的确是注定的 他出生的那一刻 要么死 要么继承地位 所以 佛门也参与了 叶福天道 当年我还为成帝之时 入佛门修行 便是你母亲让我去的 他和万佛之主 曾一起论佛道 即便是佛祖 对他也是极为尊重 因而传授我六神通之 陋尽通 东皇大帝开口道 这是佛门最高佛法 轻易间不可能传授他人 除佛祖之外 命运佛 要失佛等少数几位 德高望重的大佛 也知晓内情 叶福天想到了当初 要失佛的咄咄逼人态度 以及命运佛所谓的五百年地运之说 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毕竟在那时 他已经展露锋芒 并且成为世间最妖孽的后辈之一 被其他几位大帝所注意到 所有人都在掩盖你的存在 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 东皇帝冤道 那为何现在不掩盖了 叶福天问道 已经掩盖不住了 尤其是在你一枪诛杀七弟之时 人祖和摩帝都起了疑心 虽然并不能确认 但还是开始怀疑你的存在了 东皇帝冤继续道 因此人祖邀你前往人神宫 看你会不会 并邀你一同参战 除此之外 他们安排大帝入叶帝宫 若发现异常 叶帝宫那边所有人 便能够直接威胁到你 叶福天听到东皇帝冤的话 豁然开朗 当时他想不明白的事情 此刻也都明白了 也正因为他的确是不知情 因此人祖才没有发现有何异常 不过却依旧防备着他 摩帝 也一样 难怪他感觉摩帝有些异常 尤其是在不久前 摩帝下令摩帝宫 强者拦截自己 不允许他入东皇帝宫 简然 摩帝和东皇大帝一战 并且派往叶帝宫的大帝被杀之后 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东皇大帝命人攻打叶帝宫 不是去拿叶帝宫的人威胁叶福天 而是为了替他除掉后患 将人接来东皇帝宫 只见这时 封禁这片空间的神力消失 有许多人踏上阶梯来到了这边 远远地站在身后 看着这里的叶福天 叶福天回过头望向他们 正是自己的长辈们 被接来了东皇帝宫之中 此时的他们 同样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无比的震撼 尤其是花风流 他感觉有些梦幻 他是最早知道叶福天秘密的人 知道他和叶亲帝有关系 然而却没有想到的是 叶福天 是神中主人之子 人群之中 叶福天看到了许久未见的熟悉身影 草堂渡先生 他也在 正含笑看着这边 只不过笑中有泪 他还看到他的父亲 叶百川 以及家人 都在这里 很显然 东皇大帝和东皇帝渊所说的一切 就是他一直想要寻找的答案 饺子 好久不见 叶百川看着叶福天笑着道 叶福天却不知该如何回应 恨吗 当然有恨意 但知道一切的真相 看到眼前一道道熟悉的面孔 却又怎么也恨不起来 东皇大帝坐在那看着这一切 同样露出了一抹难得的笑容 无论如何 终于算是团圆了 他缓缓的起身 迈着步伐朝着阶梯之上走去 这一刻 他仿佛不再是那位盖世大帝 而只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 这些年来 他也承受了太多 命运佛的预言 也该实现了 东皇大帝走到神座旁 却并未坐下 而是面向前方 深吸口气 东皇大帝五百年地运 也该结束了 自今日起 将是新帝的时代 第2878章神州新帝 东皇帝宫外 神州许多顶尖人物都在 十八玉玉竹府强者 还有古神族的大帝 譬如和叶福天有恩怨的几位大帝人物 他们都望向里面 还没有出结果吗 此次叶福天竟敢踏入帝宫之中 怕是有来无回了 这一次 叶福天 该陨落了吧 摩帝同样没有离开 但也没有能够走进东皇帝宫 他也想知道一个答案 因为 此事也牵涉到了他的一位之亲 看了一眼远处方位 东皇帝宫最高处 摩帝低声道 真相要揭晓了吗 他似乎再次言自语 又像是在问身前的佛祖 佛祖没有回应 而是安静地站在那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东皇帝宫中走出 当看到此人出现时 摩帝并未感到意外 仿佛是在意料之中 但余生却瞳孔收缩 双眸之中流露出极强的震撼之意 怎么回事 这人一步步走到这边 来到了摩帝身前 两人目光相对 互相明示对方 你来了 摩帝低声说道 这一刻的他语气反而格外的平静 来人看着摩帝 随后目光望向他身后的余生 这是怎么回事 余生开口问道 声音都略有些颤抖 他的父亲 从东皇帝宫之中走出 谁来告诉他 发生了什么 原来 这出现之人 正是余生的父亲 叶福天的义父 魔戒魔帝的亲弟弟 被誉为魔戒叛徒之人 余生 这些年 你做得很好 余父开口说道 至于为何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魔帝听到他的话 露出一抹讽刺之意 也不知是在嘲讽何人 他盯着眼前自己的亲弟弟 开口道 所以 东皇他从未被弃过自己的信念 也没有背叛叶亲弟 而东皇帝冤 也不过是提身而已 对吗 考一出瞒天过海 哪怕是他 也被瞒在谷里 他虽然也怀疑过 但依旧认为 叶福天应该是复仇者的身份 直到不久前 他才真正怀疑叶福天的身份 于是才有了六帝之战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无论叶福天是何身份 都改变不了什么 但六帝之战 却并未终结这个时代 叶福天 也踏入了东皇帝宫 见对方没有回应 魔帝继续道 你究竟忠于谁 东皇 还是叶亲帝 或者他们两人 都不是 于父回应道 魔帝愣了下 随后笑了 像是明白了过来 道原来如此 没想到他竟有如此魅力 将你们联系在一起 神 佛 魔 都有参与 不愧是世间其女子 神指神舟 东皇大帝和叶亲帝 佛 自然是指佛门 万佛之主 魔则是他的弟弟 他们本没有任何联系 甚至可能是相对立的 但却走到了一切 忠于同一个信念 因为他 才在东皇大帝 以及叶亲帝麾下 他们忠于自己的信念 佛祖在一旁开口说道 庆灭 魔帝讽刺道 世界变成什么样 有何区别 关心怜悯世人 谁来怜悯自己 为了所谓的天下 便可以抛弃自己的族人 背叛自己的兄长 杀死自己的族人 甚至 在他眼里 是否有过自己的儿子 我问你 余生在你眼里 算什么 魔帝盯着余父开口道 你可曾会为此感到愧疚 让魔界血统传承者 你自己的子嗣忠于他人 辅佐他人 听到这一切 余生自然也明白了些什么 原来 是这样吗 从未因任何事情动容过的他 这一刻内心也颤动着 他看着自己的父亲 坚强如他 此刻眼神中竟流露出一抹脆弱之意 这是他的父亲 余生 余父目光望向余生 开口道 永远不要忘记你所坚守的信念 也不要忘记你们所经历过的一切 魔帝忽然惊笑了 讽刺的笑 果然 在你眼里 余生不过是棋子 为他而生 魔帝讽刺道 他究竟有何魔力 让你们如此 余父脑海中出现了一幅幅画面 冷血无情的心 此刻却有了几分暖意 他那双漆黑的眼瞳之中 也带着强烈的仰慕之意 他究竟有何魔力 只有接触过的人才知道 才会了解他 一个纯粹到极点 一个只为他人而考虑的至情至性之人 为了他的理想 他的信念 他可以付出一切 即便是付出性命 也在所不惜 他陨落之后 叶福天 便是他的信仰 因而 他自称为奴 叶福天 是要接过他权杖之人 实现他的意志 魔帝 只见这时 在一旁的佛祖开口道 世界需要改变 若出现一位至上人物 魔界的一切也同样是可以改变的 魔约会空 你这是在说服我 魔帝看着佛祖道 世人修行 若达到了至上之境 又岂能记得出心 权力会让人迷失 当你掌控天下之时 一切自然都只能有你的意志来运转 上古时代的天道如此 以后也同样不会例外 那是你们的信念 不是我的 你不了解他 更不了解东皇 佛祖开口道 佛门悲悯世人 欲教化众生 但佛门之中 爱泪会少吗 佛法为何不能教化自己人 魔帝讽刺说道 你所说的一切都没有错 但总有些人与众不同 他已经过去 暂且不提 然而魔帝真了解东皇吗 佛祖问道 如今无道所言的懦夫 还是忍辱负重的励志之人 魔帝讽刺道 佛门六神通中 宿命通和漏进通最难修行 要说修行要求 漏进通最高 佛祖缓缓道 你可知什么样的人 可修行漏进通 佛有云 断除一切业力 堪破生死者可修得漏进 这一心境之人 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生死 所做的一切 没有私心 不再是为了自己 他已经堪破了这一切 才能漏进有成 如今 东皇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那一信念 这么说来 佛祖你有私心了 魔帝不为所动 淡淡回应道 阿弥陀佛 佛祖双手合十 道 惭愧 我为功德 您心见信 佛祖道是坦然 魔帝冷淡回应 他们说话之时 东皇帝宫之中 一道绚丽的神灰辐射而来 笼罩无垠虚空 并且很快扩散至整座地城 魔帝抬头看向那边 地城的修行之人同样看向那边 神舟十八玉玉竹府 以及那些古地人物 也都望向那里 在那里 他们仿佛看到了东皇大帝的身影 他站在神座前 沐浴神灰 面向世人 自今日起 夜福天 继承神州地位 封号福天大帝 为神州新地 统御神州 一道声音自东皇帝宫中传出 响彻神州大帝 第2879章见过了 东皇退位 新地诞生 神州之地 十八玉之地 无穷大陆 云云众生 他们进阶抬头看天 那声音在苍穹之上响起 似从天外而来 是东皇大帝的声音 这声音犹如一道惊雷 神州大陆上的修行之人 无论正在做什么 此刻都停了下来 心脏剧烈地颤动了下 整座神州 在此刻竟然迎来了一瞬间的绝对寂静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修行 没有人战斗 不过在短暂的死记之后 便是一片哗然 发生了什么 东皇大帝 善让地位 给了叶福天 据他们所知 不久前 人祖联合摩帝 邪帝 以及黑暗神军 发起了对神州的攻击 叶福天也率领了叶帝宫参与其中 为何忽然间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 叶福天 继承神州地位 当年 叶清帝之死真有隐情 东皇大帝不得已而为之 因而将地位传给叶福天吗 又或者 东皇大帝出于愧疚 将地位还给清帝后人 无数人都在猜测 议论 这一记惊雷 让所有人脑袋都猛了 意识没有反应过来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 没有人预料到 变天了 有人看向苍穹感慨道 神州 变天了 不仅仅是神州 整个时代或许都要变了 这次神州一主 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神州十八月的修行之人 都如此震撼 更何况是此刻在 东皇帝宫之中的修行者 即便是东皇帝宫的 核心嫡系人物 都被这一道声音震撼到了 甚至 是东皇大帝的 清传弟子 无数人抬头看向 帝宫最高处方位 一阵无言 不过片刻之后 有几位老人露出了恍然之色 难怪叶福天能够活到现在了 他们心中的一些疑惑 在这一刻也迎刃而解 不过 却有人脸色不好看了 譬如 四大古神族 四位古地人物 靠天大帝 原始大帝 无量大帝 将天帝 此时的他们脸色一片惨白 难怪当年东皇大帝 任由叶福天在神州放肆 原来如此 这一刻他们明白 完了 一切 都完了 他们没有等到叶福天死 却是等到了叶福天继承 神州地位 这一次他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了 不仅是他们 还有十八玉曾经让叶福天难堪过的人 譬如西海玉玉竹福福主 上清玉玉竹福福主 他们虽然实力都进步很大 但在叶福天面前根本不够看 更何况如今 叶福天继承地位 他们成为叶福天下属 惨了 摩帝也抬头 看向东皇大帝所在的方位 忽然尖笑了 他想起上次他前来东皇帝宫中试探东皇大帝 在叶福天和浩天大帝以及原始大帝交锋知识两人聊天 他问东皇大帝叶福天如何 东皇大帝自己承认胜过他 后他又问他是否心存愧疚 会将地位还给叶亲帝的后人 东皇大帝的回答是 愧疚是有 但不是他想的那样 果然 比他想的更精彩 更有意思 可以说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为了这一天布局两百年 叶亲帝甘愿赴死 这就是你们的信念 摩帝眼眸中带着几分嘲讽之意 道 余生 也不过是你们布局的一环 工具人 一切 只为辅佐叶福天而生 余生看向自己的父亲 摩帝所言 的确是年少是他父亲一直告诉他的 他是为叶福天而生 生而为将 辅佐叶福天 这一刻 他却希望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不 余父目光望向余生 道 当然不是 余生将会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会成为未来天地秩序的掌控者 统一世间珠摩 福天一直以来 也都是将他当作亲兄弟 是吗 摩帝眼神带着几分讽刺之意 那双漆黑的眼瞳四看穿了一切 道 一个生来就带着使命 甚至可以说 是因为完成你们的信念而出生的人 不是你们的棋子是什么 至于统一世间珠摩 不需要低头臣服于他人 他自己便能够做到 余父没有辩解什么 他撒谎了 为了安抚余生 摩帝说的是对的 余生的出生 便是带有目的的 不仅仅是余生 还有东皇帝渊 他们 都是为了辅佐叶福天而生的 这对于余生而言会很残酷 但有些事 却必须要去做 个人的牺牲 又算得了什么 叶亲帝 都甘愿赴死 你身上始终流淌着魔的血液 冷血无情 如你这般冷血之人 却会去不惜代价完成他的信念 看来 他对你的影响 不是一般的大 摩帝低声说道 他倒是很想要了解下 当年帝女 是怎样的一个人 能够同时让东皇大帝 叶亲帝还有他的弟弟 共同去完成他的意志 说完 摩帝转身 道 我们走吧 余生看着他的父亲 犹豫了片刻 也同样转身 跟随着魔跌而去 看着余生离去的背影 余父却并没有流露出 丝毫的担心之意 他知道余生恨他 从年少时便一直恨他 余生可以恨 他也愿意承受余生所有的恨 但多年来他也非常清楚一个事实 无论余生有多恨他 但当夜福天出现在余生面前时 余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有些人他是不可能去恨的 他也同样转身 朝着东皇帝宫中走去 此时 在东皇帝宫之中 已经有许多人朝着那边而去 他们将去朝拜新帝 神坐之下 夜福天站在那 他抬头看向阶梯之上的东皇大帝 直到此刻依旧还没有缓过来 这一切对于他而言冲击太大 这两百年来 他竟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之中 东皇大帝用那一枪 想要偿还这一切 你补对他的愧疚 但也知道 这并非是他的错 谁又做错了什么呢 东皇大帝安静地站在神坐旁 他没有催促 而是静静地看着他 等待着夜福天踏上属于他的神坐 他还在吗 夜福天抬头看向东皇大帝问道 东皇大帝自然知道 夜福天口中的他是指谁 在 他始终都还在 一直在等你 而且 你已经见过了 东皇大帝看着夜福天道 第2880张天道已死 福天当立 见过 夜福天露出思索之意 脑海中瞬间浮现许多画面 二百多年前 帝女 也即使他的母亲预知到了危险 于是才有了之后的机会 帝女也陨落 如今 东皇大帝却又称 他一直都在 而且他已经见过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了 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世间 难怪会产生共鸣 夜福天心中暗道 看向东皇大帝 天界 九十九重天 那片天道 恩 东皇大帝点头 当年他曾将自己的天道铸就成古树 让万物生长 后来 他将天道之灵送入了你的体内 成为了你的命魂 但随着你一起成长 自己化身为一片残缺天道 存在于世间 这样一来也不会让人起疑 难怪六弟不入其中 夜福天难难低语 那片天道拥有灵志 是所有人都知道 否则又岂会降下神物 但夜福天做梦都没有想到 那片天道的意识 竟然是他的母亲 这世间最优秀的女子 没有之一 这一刻 夜福天感觉到一阵悲伤 原来 他们之前已经相遇过了 所以 姬无道 也是棋子 夜福天道 是 东黄大帝点头 姬无道本为计划的一部分 他和地渊以及余生一样 都是未来天地秩序执掌者 同时 也担负着吸引目光的作用 让他们误以为 姬无道会是夺天之人 而且 在最近一些年 世人也的确都这么认为 不仅仅是世人 姬无道自己 都这么认为了 他的成长超出了预料 姬无道他修成了混沌吞天术 只是一种能够吞噬他人将对方的能力融入自身的恐怖神术 准确来说 姬无道算是一枚脱离了棋盘的棋子 东黄大帝道 他若在掌控之中 那么即便继承天地之位也无妨 依旧为你所用 若是不再掌控 那么 取而代之 你才是天地正统 叶浮天听到东黄大帝的话 没有感觉到高兴 相反 他感觉到一阵悲凉之意 东黄帝渊 余生 姬无道 年龄都和他相仿 所以 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目标而出生的 天地为其 他们都是棋子 只不过 东黄大帝变了棋局 同样也是为了他的安危 让他和东黄帝渊互换了身份 即便是叶亲帝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在看到他命魂之后 叶亲帝才会如此的悲伤 因为 所有人 本都该是为他而生的 这对于东黄帝渊 余生以及姬无道而言 是何等的悲凉 所以 陈一 他也是了 叶浮天想到当年在十八狱中光明欲的遭遇 陈瞎子最后死了 能够安排这一切的人 如今看来 便只有东黄大帝有这种能力了 东黄大帝点头 问道 你还有什么疑惑 亲遥呢 叶浮天问 他不是 东黄大帝点头 叶亲遥是意外 黑暗之子 并非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先生呢 叶浮天又问道 先生是个奇人 东黄大帝道 有些事 是我拜托先生做的 叶浮天点头 当年他能够接掌四方村 也并不意外了 所以 如此庞大的计划 敌人是谁 叶浮天终于问道 是谁 能够让他陨落 又是为何 要让叶亲帝赴死 甚至 让叶亲帝一派之人进阶覆灭 神州一统三百年后 爆发双帝内战 叶亲帝一派进阶被杀 那一战据说是雪流成河 死的可不止是叶亲帝一人 据说有无数大腰在那一战被诛杀 导致了腰界断层 甚至 他们可能只有少数核心之情是甘愿赴死 大多数都是不知内情的 都是计划的牺牲品 这对于他们而言 未免太过残忍 曾经 他们都是神州的缔造者 却遭到无情清除 东皇大帝听到叶浮天的质问神情复杂 这也是他多年以来心中的痛 是他一直不愿意面对 若是可以选择 当年他甘愿自己赴死 我来替他回答吧 只听一道声音传来 叶浮天转过身 便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走来了这边 叶浮天看到这身影 内心微微颤动着 然而那一声异父 却喊不出口 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勾楼的老人 他身上透着一股冷冽的气息 那双眼瞳冷血无情 看向叶浮天开口道 你母亲想要重铸世间秩序 结束混乱的时代 而想要改变世界 最好的办法便是 直接掌管这世界 但是在很多年前 他就已经预知到了结局 因而夺天计划 实际上在他陨落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只不过那时候布局还比较浅 只是做了部分事情 直到他陨落之后 计划才真正开始执行 至于他的死 至今没有弄清楚敌人是谁 但据我们所知 很可能就是人组 当然不是你所看到的人组 一副看着叶浮天解释道 不过 当年一战 对方也同样受创沉睡 你所看到的人组 极有可能只是对方在世间的代言人 叶浮天内心极为震撼 人组号称人间之组 执掌世间秩序 背后 竟也隐藏如此之深吗 你母亲陨落之后 对方依旧不肯罢休 不允许神州有双帝 结盟黑暗世界 魔界以及空神界欲挑起战争 覆灭神州 于是神州爆发了双帝内战 并且神州和天界分割 以这样的惨烈的代价 麻痹对方 那时对方也有所顾虑 因那场战斗是两败俱伤 对方也不敢完全暴露 顾虑魔界等势力 各方平衡之下 终于平静了下来 但依旧盯着东皇帝宫 于是 东皇帝宫一直清剿夜清帝残留力量 从而争取了两百年时间 否则 若不牺牲一派 当年对方不惜代价的话 神州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 天地大变 诸神时代来临 人族已经开始动用隐藏力量 这也预示着 他可能要归来了 因此我们需要和对方比时间 你登上地位之后 你母亲没有完成的事情 便要靠你来完成了 说着 他竟双膝跪地 匍匐在阶梯之下 对着夜扶天扣手道 老奴于徒 锦绍主登地位 天道已死 扶天当立 竟筺 爲st 都还有 最后